接下来我们要来关心另外一种看不到的威胁 那就是电磁波 台南七谷的延城村就紧邻着气象雷达站 在当地测到的这个电磁波值 要比一般环境背景值来得高 尤其在距离一百公尺之内 还曾经测到这个电磁波值是平常的两万倍 当地居民就怀疑自己健康出现问题 就是受到电磁波的影响 到底真相是如何呢 这个争议又该如何来解决 像我今天就有那个人说你都在保护 看这个日子也能够早前走来 你就保护你们两个生意 全家和你祖孙全家都在大女儿 大家看他能够大水平安保 他能够辭聪 bows generalように 七十九啊 香港子我们岛头弃四十块 现在如果是 По幸福新岐 所以到了我们的怨復喘 我们这里不知道怎么办 'M NOW 羊 кр妨? 哪有? 对 不怕怕怕 我們剛才四十棟橋 我們帶朋友來看 說看能不能把我們家裡去 知道能不能遣照 大概測到多少 現在我們測到的最高有到 三千多微瓦每平方公尺 你有懷疑說 這樣出來很多人出事到去我看嗎 一定是有的 不可以這樣 本來我們一百塊很平靜 大家身體都很好 從台十七線進入七谷岩山 只要看到白色巨大的球體 就知道岩城裡快到了 這裡是台南市的西南角 村民靠海為生 早期晒岩之後改做餘溫 過著與世無真的生活 不過,他們在南市他們 都說香港的海外 他們都想再去認識 一檢尾這四十四年 就像是上天到個月 因為這四十八年 又花了幾千萬歲 然後去這個地區 我相信在南市的世界 我們這裏就是在旅立前 這裡有魚溫和蚵子差不多一兩百公斤 這就是我們魚面 牠的蚵仔 摸雞仔 放雞仔 我們鹽仔村的村民 大部分都在旅立前對面這個魚溫和蚵仔 在投海 用蚵仔 其他有的沒有的 像你看這裡這麼近 這個電池坡有夠強的 我們在這裡 魚溫附近在做工廠 我那天過了 魚溫附近去叫 我都睡不著 如果在旅立旁邊做工廠 我人要很累 很猛 好 人間要拖出來 我們旗鼓氣象雷達戰是民國91年6月1號正式開始運作 我們其實在氣象局所屬 一共有四個同型或者同等級的雷達 一個是在北部的五分山 一個是在東部的花蓮 一個是在南部的墾丁 那這個在西部的旗鼓 比如說這個四個雷達 比如說把整個台灣附近 包括沿海地區 整個都涵蓋起來 那麼就是它其實所獲得的這些雷達的資料 氣象雷達的資料 對於整個防救災體系裡面來講 其實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資訊 就是在關鍵的時刻 當我們要做一些防救災決策判斷的時候 這幾乎是一個關鍵性的資料這樣 這張圖最主要就是我們剛剛看到的 30公尺高的那個雷達天線 它掃描了以後 它就會把它掃描的結果顯示在這張圖片上 那這邊有一個十字的白白的這個地方 就是我們雷達 這個七股雷達站的位置 那這邊可以看得到就是大概460 比較亮淡藍色的部分 460公里遠的地方 這個就是我們可以掃描到的範圍 那最主要這張圖是顯示雷達的回波 它可以顯示它偵測到的降水量的多寬 230公里上面的話 它還要去偵測風場 460公里的話 它只有偵測那個降水回波 它沒有辦法偵測風場 尤其是颱風接近的時候 那我們就可以在雷達上面看到說 目前包括降水的回波 它的分布情形 還有它目前的風場情況 好棒 這個要去這個雷達站 我是不知道 因為這個雷達站 這個雷達旁邊有這間雷達 那雷達旁邊的房子 如果在空空的地方 天下就生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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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 這個就是雷達 我說因為這個雷達 因為以前的雷達我會用的 這是色的不一樣 它是黃色的 這個白色的 民國83年中央氣象局核定台灣地區都普勒氣象雷達觀測網 其中把原來位於高雄壽山的雷達站簽到旗鼓 以當時規定不必做還評或舉辦說明會 於是直到雷達設置完成後 村民並不知情 就是當時真的是並沒有相關的法規 就是說因為那是民國八十幾年的時候 並沒有這個相關的法規 我覺得這樣很不合理 因為這台電視保護社群的輔助金都很強 那些人的身體健康 你政府做一個中台工程 你直接要講科 不然看你講科 都沒有了 你也要講科 都要做什麼東西 中央氣象局在選址過程中並未考量居民 但雷達站一百公尺內就有民宅 餘溫 村民不論工作 生活都暴露在比背景值高的電磁坡下 直到五年後 村民健康出現異狀才開始抗爭 因為現在雷達還放在那裡 我們這些小孩 如果沒有設置 會比較嚴重 抗議雷達商人 我們要牽走雷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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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姐 兩個學生跟一個孫子 這樣 因為我們剛才在生間 因為現在他突出 當地沒有 都在外面這裡出頭 三個 就是 我們也沒有三個說 就是這樣出頭 不用說 不是 沒照意到那裡 都在外面這裡 反圍來這裡出頭 這樣而已 這頭頭的去突出 沒辦法不得 老師就說他看他兩個 兩個頭頭的去突出 本來這個燈就很好 這些算術三個都很… 都… 不說平衡公共的 說很好 也還好 還要刷路來刷路 刷路來刷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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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師就說 叫我刷路去看看 就是 檢查檢查檢查 我們就是那個智能 還是那種 就一直說不太好 室內的值我們最高是有測到超過 1000微瓦每平方公尺 那就是大概背景值的 1000倍以上 電磁波頻率越高 能量越強 當能量高到足以改變物質化學結構 稱為油離輻射 反之則稱為非油離輻射 非油離輻射分為極低頻射頻電磁波 常見的極低頻電磁波來源 包括數配電設施 電磁爐 吹風機 微波爐等家電用品 射頻包括雷達站 VMIX 無線電視發射台 FM AM廣播電台 行動電話基地台等設施 電磁輻射的波動把能量傳遞出去 距離越近 頻率越高 能感受到的能量就越強 反之則越弱 就是說在2003年到2007年之間 分別有台大一個機構跟環保署 他們都有來做 這裡七股的雷達電磁波的檢測 那最高就是說在雷達站100公尺內 最高有測到0.025毫瓦每平方公分 那這個值呢就是表示是沒有雷達的超過2萬多倍的電磁波 我們過去大概我們每年都會做 那其實測出來的數值 我們剛剛講雷達大概1毫瓦每平方公分 那我們測出來大概都它的百分之一 千分之一到百分之一之間 所以它這個是我們相對而言是很低 雖然沒有超過環境建議值 但雷達開機前開機後的電磁波相差將近2萬倍 我們在做一些研究調查的時候發現 就是雷達設置之後 這個到2007年有16個癌症的這個病人 在這個村 那這個比例呢 遠比雷達設置前要高了好幾倍 大約3倍 如果跟全台南縣來比 岩層村的癌症在雷達設置之後 是超過1.5倍以上 那這些漁民呢 跟全台南縣來比 他們的癌症是有超過10倍以上 七股雷達站設置之後 岩層村民出現比過去 較高比例的癌症 殘障 病例 村民都感受到一股不平靜的氣氛 六十幾歲的漁民 差不多三次二十幾歲 南西山中的就是感情的 沒有中風的 現在這個精神障礙 他如果沒有症 他落到這樣空空空空 這個 聽障 又聽不懂 也會僅僅僅僅僅僅 這個也聽障 這個智障 這個中風 這個精神障礙 這個四丈 這個 我哪有這麼長 我哪有四丈 我以前在抓魚子 我以前都種種 自從那個 從90年開始發射電視波到現在 到民國93年 我感覺我的骨頭都會症 會症 會症 症 之後 一般的骨頭 如果那些骨頭 那些骨頭 那些骨頭 那些骨頭都一趟一趟一趟就好了 結果我四五趟了 到底是怎樣 我都說這樣 我都... 大概都... 有的三十幾歲 有的四十幾歲 就都說聲音 我都在... 在那幾乎的骨頭 那些骨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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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在那裡 那些骨頭 沒有... 沒有想說 憲哥說怎麼會有問題 我希望你們可以 那些骨頭 每個骨頭都會症症 那些骨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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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村民質疑雷達電磁波影響健康 但氣象局已檢測值 並未超過環境建議值而否認 但環境建議值是否等同於安全值 環保署從未明確說明 導致爭議一直無法解決 這個值的定義是說 瞬間如果超過這個值 會有熱效應 所以世界衛生組織他們是說 避免產生熱效應的值 這個值是去防範不要有熱效應 所以這個值並不能代表說 它以下就是安全的 民眾的這個反應 我們也是很同情 因為我是覺得 他們畢竟是生活在當地吧 雖然從科學的角度來看這件事情 我們非常有把握 這是不會影響的 就是包括健康 就是以目前的科學的數據 各方面來看 環境的因素是很複雜 那個人的因素也是很複雜 那今天同樣一個電子波 對你沒有危害 不代表對全部的人就沒有危害 可能對其他人就有危害 如果我免疫不好 那一件事情對同樣一個噪音 對許多人就有相當程度的危害 那電子波響因素都是一樣 不過隨著流行病學數量增加 世界衛生組織支持的 國際癌症研究署 在2002年將極低頻電磁波 列入2B級可能致癌物 2010年5月基於無線電化 導致惡性腦瘤的研究 也將射頻電磁波列入2B級可能致癌物 就是說國際癌症研究署他們的分類 那一般就是把這種 就是說裡面產生一些癌症 或者是產生一些自癌因子 把它分成四個等級 那最確定的就是一級 那2A 2B 就是隨著說流行病學證據 可能不是很充足 但是在動物裡面 或者是實驗裡面確定 就是說有傷害 包括最近引發關注的塑化劑 本乙 吸 咖啡等都被歸類為2B級可能致癌物 這些物質共同的特性就是 高劑量長時間暴露可能致癌 學者還是官員 他說就用咖啡跟電子波 都同樣是2B的自癌物來做比例 他說咖啡他哥每天都在喝 所以咖啡你看 你如果覺得會有自癌 你大概就不會喝嘛 那事實上他告訴你 他是提醒你做一個警覺性 我們是這個我們離家自救的 那個七高雄鹽鳥船 還不接離家的進程 我們是白鹽的 我們的船很健康 還有什麼不痛 自從這顆離家發生 90年到97年 才有殘葬所做的 增加到33年 我們離家附近造業的漁民 總共有60幾個 其中有20幾個 如果是殘葬的就是癌症 都是離到這個附近的 謝謝 村民四處陳情抗議後 立法院在民國100年1月12號決議 1997局在100年底以前 擬定遷移計畫 105到106年遷移 演成村民牽走雷達的心願 真的要實現了嗎 立法院做的決議 希望我們在民國100年的年底以前 能夠提出一個遷移的計畫書 那麼關於這件事情 我們也是很審慎 那在 就是我們花了很多時間 到當地去看 那也跟當地的一些相關的 去拜訪 就是說有一些政府機關也在附近 比如說有台江國家公園 哪有 不過根據氣象局在100年12月19號 所提計畫 並沒有明確的遷移地點 只表示初步選刊結果 預計遷到現在雷達站 西北方約2到4公里的地方 在��겠습니다 尤其是一條維俄 進入整個頹目的事 結果都在這場 不照合 沒有明確的 你改幫我們 使用我們 都沒有 只要這個頂 有台開尺寫還是 沒有這麼做 很多錢 我們都在一旦 要怎麼做 你們也跟我們講 不要讓我們這樣 人心煩煩 這樣以後 立法院是通過法案 可以说无尊重吗 我爱人家 我爱人家 不要人家 不要人家 七股雷达站设置已十年 设置前资讯不公开 未告知民众可能的风险 政府早就欠言成村民一个道歉 事后村民抗争多年 终于取得立法院迁移决议 但等于一年 还等不到明确的迁移计划 政府又要如何实现 对村民的承诺 未来在新建这些设施的时候 在选址上 应该要更小心谨慎的评估 并且资讯一定要更公开 这样子才能够避免争议 毕竟没有人愿意承担 未知的健康风险 谢谢你今天收看 我们下星期晚间十点 同一时间再见 再见 再见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